雖然我們很愛鬥嘴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很愛對方的 吃豆花他吃錯了 他的貢品 你 山豬你就這樣子走了 我 結果我都沒有笑 我反而是一直哭 我覺得你在 天上一定會一直笑我 但是我 很想你 大家好我是易翔 首先要感謝大家對山豬的關心 那我是從 禮拜天晚上 就知道山豬已經住進家戶病房 那一直到 禮拜一早上的時候 他姐姐打電話給我 說 他已經要見他最後一遍了 那我聽到了之後 我就趕快去醫院 那在路上我也聯繫了 他曾經的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錄影過的 風神的這些朋友們 一起去看他 那接下來就像 親母報導了這樣子 我跟山豬認識十幾年了 他是我演藝圈 很好很好的朋友 那一開始我們是在 全民最大黨的時候就一起錄影 那之後我們還一起到了 風神不爽 一起錄影 一起拍戲 還曾經當過室友 那山豬呢是一個 很好和爸爸的朋友 他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心機 然後他對朋友 都是講真話 他曾經在我們人生很 低落的時候 他也鼓勵我很多 幫助我很多 也陪我聊了好幾個小時的電話 開導我 雖然我們很愛鬥嘴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是 很愛對方的 我記得以前拍戲的時候 我都會開車載他 然後他就會說 謝謝司機 我就會說 你懂不懂禮貌啊 他就會再補一句 謝謝小黃司機 我們就是這樣子這麼鬧 吃豆花 他吃出來 他的貢餅 你 而且呢 我們其實 也 我們其實有聊過說 欸 這個將來誰會先走 然後如果你走了以後 我一定不會哭 我一定會大笑 因為我們就是 要帶歡樂給大家的 對 但是我沒想到 雖然說 你就這樣子走了 結果 我都沒有笑 我反而是一直哭 我覺得你在 天上一定會一直笑 但是我 很想你 所以我想說 山珠 希望你一切都好 在 在 天上 已經沒有任何的病痛了 你會很開心 很快樂的 在上面 那 到時候我們 天上見 在這裡 你 快點 她 快點